这是刘锦超在地理安装的第三台净水设备 可以为周边6000人提供卫生廉价的饮用水 我们做了一个水深度的检测 所有的检测标准都比东地温政府要求植饮水的要好 东地温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 人口130多万 缺少清洁安全的饮用水 一直是当地人面临的巨大健康威胁 刘锦超原为澳门的一名公务员 曾多次访问亚非几个普与国家 对许多地方的饮水问题印象深刻 退休后 他萌生了在普与国家卖水的想法 东地温是他事业起步的试点 刘锦超的净水设备生产的饮用水 每升折合人民币约为0.1元 只有当地最便宜饮用水价格的五分之一 为东地温这样的普与国家 提供价格低廉 安全卫生的饮用水 是刘锦超的野心 要实现这个野心 离不开中普基金的支持 我们近年来已经放开了规模的限制 可以很小的项目 我们也是可以探讨的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战略意义 你不能说这个小的项目 没有中国核普与元素 第二个就一定是财务上可行 我只要这个微微的可持续 保本威力就可以了